加油!谢市长!加油!市长!市长!市长!加油! 李善良!加油! 民进党要重选!不同意!民进党想翻盘!不同意! 现场满满的参加民众为市长谢果良热情加油打气 而市长也到座位上跟民众们一一握手致意 感谢大家愿意出来支持力挺 这次有蓝营的副主席连胜文 立法委员林沛祥 市议会党团书记长蔡旺连等人 在座谈会上向民众说明 应该让市长好好做四年 不同意一个不合理的罢免选举 那我真的认为谢市长是 他所有的一切的心意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怎么样帮金融变得更好 那我可以看到他作为金融的复族 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做的事情 可能抵人家四年都做不了这么多 所以我想对一个很认真 真的很努力在改善金融 在推动金融往前迈进的这样子一个市长 我们反对任何这种 以政治为目的这种恶劣的这种罢名型 因为这个并不是为了金融人 也不是为了金融的未来 而是为了民营党 而是为了某些政客的未来 才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反对 希望能够让谢市长能够持续的 来为金融的未来奋斗 每个人都很讨厌网军对不对 不要讲里长 不要讲我们民意代表 你看讲到网军马上就出事情 不要讲里长 不要讲民意代表 我们一般人 在网路上 有时候讲话人家不喜欢听 就会被霸凌 就会被人家恶意的攻击 对不 我们觉得说金融不应该有罢免 我们觉得金融的事情应该回到市政 国政上面 我们觉得金融应该好好的 我们金融市的资源 我们金融市的关注 应该回到我们民生上面 而不是一枚杠 跟人家说罢免 对不 那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奇怪的账号 很多奇怪的声音 从旁边冒出来 你讲的不对 你没有觉醒 你没有怎么样 那我给大家报告 9月底 去投这个不同意罢免 就是给网军一个大巴掌 很多人问我说 二截会不会过 我说 不管会不会过 我们都不同意 大家说好不好 很多人问我说 民进行要罢免你 你会不会忧愁啊 你会不会很难过啊 你会不会压力很大 我说不会啊 因为这个就是选举啊 如果要选举 我们再选一次 我们再击退对方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我要最感谢的就是基隆乡亲 很抱歉大家要再出来投这么多一票 但是你们要这样想 如果我们不出来投这一票 明年全国大家都出来要投这个票啊 所以我们基隆作为台湾投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 带给台湾一个平和和平 而且善良的社会环境 大家说好不好 再次来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努力让基隆更好 让台湾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在地的蓝军议员也纷纷发言支持谢国良市长 议会国民党党团书记长蔡旺莲 肯定谢市长的政绩 全力打拼魏基隆 拜托乡亲站出来投不同意罢免 武党籍市议员张耿辉也告诉乡亲 过去证件跳票也从来没有被提罢免 上海线 缆车 请问在哪里啊 这是市长那时候嫌疾的文献 在哪里啊 请您告诉我 有没有 有没有被罢免啊 没有 韩世玉议员也拜托乡亲支持谢国良 投下不同意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